对于未来疫情发展 特朗普表示 他相信未来30天 对于减缓新冠病毒蔓延很重要 特朗普表示 已有100多万美国人 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他还透露 美国已经开始 从海外购买个人防护装备 在美国疫情的阵中纽约州 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6.6万例 死亡人数超1000人 在美军医疗舰安慰号 抵达曼哈顿 帮助减轻医院负担后 州长科莫仍呼吁 全美医护人员 赴纽约支持 纽约州政府预估 疫情将在2至3周内达到高峰 届时估计需要多达 14万张医院病床 4万个家户病房床位 远高于现有容量 眼下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内 正在搭建临时医院 该医院将设有68张病床 计划从31号起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随着疫情在全美快速扩散 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 拉夫尔·诺瑟姆 30号下午颁布居家隔离令 除非工作 看医生 采购 户外锻炼等必要出行 应尽可能待在家 据统计 目前有至少29个州 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发布了居家隔离令 我想到今天全美国将近有四分之三的家庭 我们看到的报道 已经在进行所谓的居家避疫的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重视这一次的这波疫情 是相当的保持了一个高度的警戒心 因为美国人的生活态度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 我们华人对于这种流行疾病 一直都是抱持着比较警戒的心 不管是对哪一种的疫情 可是美国人基本上 他们对于居家避疫的态度刚开始 是比较不习惯 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就是比较自由 而且不太重视这种流行疾病 可是从现在来看 尤其是不断增加的这个病情 以及造成的死亡的这个数字呢 在不断上升的当中呢 对他们来说 在这一次的新冠病毒肺炎的蔓延 是现在他们是已经抱着非常谨慎 而且非常紧张的心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30号证实 新泽西州一名陆军国民警卫队士兵 因新冠肺炎去世 系首位死于新冠肺炎的现役美国军人 疫情发生后 对于广大留学生群体 中国驻外领事馆也一直在关心和关注着 在一个星期之前呢 在有这个疫情的时候 大纽约地区的所有的学校的宿舍 都已经关闭了 那么据我所知呢 有些留学生呢 就在那个时候就是 两边的航空还可以交通的时候呢 有些学生已经赶回去 但是据我所知 大概一半以上的孩子呢 多半是停留在我们的大纽约地区 应该都是还有的学生呢 不是住在宿舍 因为宿舍已经全部关闭 所以可能呢 都是住在朋友家或者是他们原来就是租的房子 那么在此间的 在大纽约地区的总领馆的教育组呢 是跟他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必要的时候呢 也能够提供给他们相关的一些援助 但是各个学校因为都有这个游学生 都有所谓的保险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 看病或者是有必要的时候 要到医院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有安全上的一个保障 那边还会讨论 帮助 由